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下来将是中国攻破美国围堵关键三年 七国集团公报和北约公报的连环机 显示美国已经重新激活传统的欧洲盟友体系 但公报从政策说明到政策落地 要三年才初步见效 因此接下来将是中国攻破美国围堵的关键三年 此次欧洲之行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 首趟对外访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勒热南国际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夏尔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 拜登计划通过G7和NATO两份公报 凸显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那并重申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合作关系 而另一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晓和研判 拜登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效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动员传统欧洲盟友反华的目的 这显示拜登上任半年来 西方的关系正在持续强化 他说拜登上任后 明切地提出美国重建盟友体系的决心 这对美国而言是现成的战略资产 七国集团和北约发布相互呼应的公报 且是在特朗普时代一度被搁置的战略资产已被激活 但陈晓和也指出 欧洲内部的对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 而这也为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空间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德国和法国在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之后 都发表了比较温和的对华立场 德国总理默克尔督处北约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保持平衡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强调 七国集团不是反华俱乐部 并表明七国集团会就中国已准备好合作的 所有世界事务跟中国合作 也有部分舆论认为 美国与欧洲盟友分歧的对华立场 淡化了两份公报中对华课题上的用词 夏儿就指出 北约在公报中也展现谨慎的态度 在提到中国的三个段落中 仅是阐述网络和科技安全议题时 把中国形容为威胁 他认为欧洲明白拜登执政四年后 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再次出现摇摆 因此在对华问题上很小心 陈晓和则提醒七国集团和北约公报 只是政策上的说明 一般上从政策说明到政策落地 需要至少三到五年才能出见成效 因此中国在外交上任大有可为 下来三年将是中国扭转外交局势的关键期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七国集团和北约公报发布后 中国仅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 和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 重述中国一贯的立场 陈晓和分析 中国官方此次没有针对七国集团和北约公报 进行舆论讨伐 只通过交低级别的发言人表明立场 整体淡化处理 这一方面凸显出中国的战略藐视 表明中国不会因公报而大惊小怪 夏尔也认为 两份公报不会对中共带来太大的内部压力 反而肯定了中国已崛起成为国际力量 也明确了中国是在综合实力上 唯一和美国匹配的国际竞争者 东奥新守则选手不守防疫规定将遭驱逐出境 东京奥运会开幕倒数38天 东京奥主委昨日公布了第三版的选手须知守则 包含东奥期间防疫措施 频繁进出闹区 拒绝受检等违规行为将受到制裁 除了罚金甚至可以被驱逐出境 对于未遵守防疫措施的选手 与相关人员等强化罚则 包括剥夺奥运ID卡 刻意罚金 居逐出境等 上一次公布第二版守则是一个多月前 最新版的守则规定 来自海外参加东奥的人士配合防疫需求 将透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 在入境日本后的两周内 接受严格的行动管理 频繁进出闹区 拒绝接受检查等违反守则者将受到制裁 最新版的守则也规定了 为了做好防疫措施 选手原则上每天上午9时至傍晚6时之间 要提出唾液检体 接受抗原检查 如果检查结果呈现阳性 必须再接受 设于选手村看诊所的核酸检测 第三版的守则从7月1日起适用 针对媒体人士 赞助商等的守则 预定于本月22日前陆续公布 今后将是情况所需 做必要修整 杜特尔特绝不配合 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扫毒战 国际刑事法院将针对 菲律宾沙吾社扫毒战进行调查 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人周二表示 杜特尔特绝对不会配合调查 即将卸任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邦索达 周一请求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授权 针对菲律宾警方 2016年至2019年在扫毒期间 涉嫌违反杀害数以万计平民一事进行调查 杜特尔特2016年打着 扫除毒品问题的承诺当选总统 他曾公开对援警下令 如果生命受到威胁 毒品嫌疑犯可一律杀无赦 杜特尔特发言人罗奎就告诉记者 总统2022年6月30日结束任期前 绝对不会配合 他并重申先前的主张说 由于菲律宾已经退出 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不惧管辖权 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 针对菲律宾扫毒战争展开初步调查之后 菲律宾即宣布退出法院 班索达就表示 尽管菲律宾不是成员 国际刑事法院仍可针对菲律宾 还是成员国时 所犯的罪行进行调查 但罗奎就搏斥说 班索达暗示菲律宾司法体系不脏 是侮辱所有的菲律宾人 把焦点转向 金正恩说 台风和疫情导致国家粮食紧张 路透社引述朝鲜官媒 朝中社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该国今年的经济有所改善 但呼吁采取措施 决决决病大流行和去年台风 所造成紧张粮食的形势 金正恩周二在主持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时做出上述表述 该会议审查重大政策的进展情况 并制定措施决决经济问题 那该委员会在会议上 为朝鲜制定了目标和任务 以实现上届二月份会议上概述 包括增加粮食和金属生产的 新五年经济计划 金正恩就说 今年上半年 整体经济有所改善 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长25% 但由于一些障碍 该国在执行计划的努力中 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 并特别提到了粮食供应紧张 金正恩说 由于去年台风的破坏 农业部门未能完成粮食生产计划 人民的粮食状况 现在变得紧张起来 那朝中社就说 该党誓言今年将全力以赴 开展农业生产 并讨入如何 应对冠病大流行病 欧盟扩大旅行白名单 将纳入香港、澳门与台湾 那新岛日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 透露 欧盟最早在今日通过扩大白名单 把香港、澳门、台湾、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纳入 解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旅行限制 这些地区的居民无需接种新冠疫苗 便可入境欧盟 那这将对有关地区的旅游、航空业 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美国媒体引述要求 匿名的外交知情人士报道 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提议 把美国、台湾、香港、澳门、沙特阿拉伯 黎巴嫩、北马其顿共和国 那塞尔维亚等国家和地区纳入白名单 欧盟当局允许白名单内国家公民 前往欧盟进行非必要性旅行 不管此人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若没有任何反对 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大使预期 今日可批准通过扩大白名单国家和地区 欧盟目前的外部国家白名单 仅包括了少量国家如日本、澳洲、纽西兰、以色列等等 另一方面 法国9日起实施入境新规 凡是已接种美欧4款新冠疫苗的旅客 即可入境免隔离 不过中国官方日前提醒公民 中国疫苗赏不在法国认可之列 尽管中国国产的国药疫苗、科兴疫苗 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纳入紧急使用清单 但迄今尚未获得欧盟药品管理局EMA的认可 这使得即将到来的暑假 中国旅客前往欧盟国家蒙上阴影 再来我们关注马国复苏计划四阶段 年底前要恢复正常生活 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昨日公布四个阶段的国家复苏计划 预计今年年底之前民众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他说目前落实首阶段的全面封锁已取得成果 让马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他说政府将根据三大标准来决定行动管制令的过度 换言之政府在考虑将行动管制令MCO从第一阶段6月过渡到第二阶段7或8月 主要为考量平均每日新增病例减至4000期以下 公共卫生系统不再处于临界点 包括交互病床使用率恢复到中等水平 以及10%人口接种两剂冠病疫苗 他也说在第二阶段经济活动将分阶段开放 并允许80%的员工返回职场工作 但在社会活动和行动管制持续受到严格控制 包括仍不允许社交和跨州活动 他说如果单日新增病例减至2000期以下 交互病房的使用率减至足以应付疫情 以及40%人口接种两剂疫苗便可进入第三阶段 而第三阶段可以开放所有经济领域 除了高风险或涉及许多人的活动 包括举行大型会议或无法保持人生距离的场合 如酒吧、水疗和美龙院 如果员工都完成接种疫苗 政府可以考虑给予这些公司宽限 能够不限规模的全面运营 那穆尤丁也承诺到了第三阶段 政府将召开国会会议 也就是预计在9月或10月期间 他督促各政党人士 不要在这一段时间引起人民的焦虑和混淆 阻扰政府的抗议工作 他说如果单日病例减少至500起 加户病房充足及60%人口完成两剂疫苗 就可以迈入第十阶段 这个阶段是国家复苏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 尽可能恢复原本正常生活 那马国冠病疫情昨日未见缓解 单日新增病例以及死亡病例有所回升 分别达到5419起以及101起 而雪龙的新增病例占2646起 仍是全国新增最多病例的地区 新闻的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AI技术检测新冠病毒种类 准确率达99% 泰媒报道目前英国变异病毒传播迅速 Luxic区建筑工地Delta变种病毒传播至多个府 还有陶宫府Tabai区发现Beta变异病毒 因此快速分析出病毒品种将有助于及时控制疾病 朱拉隆公大学宋卡王子大学的医学院 一直在密切监测出现在泰国的病毒变化 并将这些信息用于泰国疾病控制 治疗和研究等等 分析变异株遗传代码通常需要1-2小时 而皇家技术学院KMITL和马西龙大学附属医院 拉玛迪·伯迪医院医疗团队 最新开发的人工智能检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技术 准确率高达99% 30秒就可以检测1000个样本 能够让医生准确地检测出病毒株 从而更快地给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